我这边居然有美国华人联名上书 请求斯坦福开除古爱玲 这是什么操作 我刚看了一下 现在居然有超过6000个人签名了 而且人数还在不断攀升 原文我也给大家翻一下 这篇文章中写到 我们正在向斯坦福大学校长 以及招生部门发送一封公开信 要求他们撤销古爱玲 二二年秋季录取 同时呢 这封信也正在通过CNN网站 提交给其他媒体 我们呢是一群热爱美国的人 我们中间呢也有一些是华裔美国人 我们大多数人是未来大学生的父母 那这个古爱玲呢 是2022年冬奥会金牌得主 她在美国出生和长大 但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 一些思想开明的美国人 可能不会将其视为道德问题 或者不法行为 但是我们强烈建议 美国人调查古女士 无独有偶的是呢 美国论坦Ready上也有一篇文章 呼吁斯坦福取消古爱玲的上学资格 我看了一下部分网友的评论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呢 是因为古爱玲一家 挡了其他美籍华人的路 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三斤不得不说 这一部分海国华人 是直接拉低了 所有海外同胞的智商和下线 不是 你以为有几千千字 斯坦福就会直接把古爱玲开除吗 说实话告你们 别说几千了 哪怕是几千万联名上书 斯坦福也不可能拒绝 古爱玲这么优秀的学生 这智商实在是令人捉急 另外有的人居然会觉得 古爱玲会挡他们的路 我就觉得更好笑了 不是咱看清楚点现实 你和人家走的是一条路嘛 好歹你家孩子先拿几个奖状再说 好嘛 幼儿园时期拿小红块都飞进了主 现在害怕古爱玲挡路 求求各位 真的别再给其他海外同胞 你丢人现眼了行吗 别人出国都是视野越来越开阔 你们出国怎么视野越来越闭塞呢